好了 这一期的话我们来讲一下遇空的同行任务 这个任务的出发地点的话 大家打开地图来到我们回新港 右上角这个传说锚点 然后过来你会出发一些短信 就会接到这么一个任务 因为我已触碰过天空 好接到任务之后 大家开启任务追踪 按照任务追踪的方向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瓦安特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操作这个机巧鸟 先来到这边有一个飞船 然后这边挡开照相机 好第二点位的话就在我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西南方向 这边的话有两个怪 在这个上面有一个NPC 我们挡开照相机 完成之后我们继续按照任务指引 我们来到附近的这个传说锚点 然后这边我们来到这个发光点 接着我们来到新茶海中枢 我们前往这个四成宫 我们和这个母女对下话 好下一步的话 我们回到这个门口的传说锚点 我们接着按照任务指引 我们从这个楼梯下来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前进 好这里的话也有一个任务 我们下一期再讲 好过来之后 我们继续按照任务指引 来到我们回新港去寻找一下这个手势 好过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机枪鸟 咱们操作机枪鸟 在我们的左手边有一个花瓶 在这个花瓶的上面 也就是我们北方向这里 我们要调查的东西 就在这个柜台的上面 在这里 好 挡开照相机 好了 下一步的话 我们前往这个长乐天 去看一下这个警员 那这里的话 大家都按照任务指引走就可以了 这个提交的话 大家先提交我们第一个 然后再提交我们第二个 就是好的 我们回到新长海中树 进入我们这个四成功 那这边的话 要我们寻找是预空的位置 那左边这两个不是 那我们要调查的这个点位 可以在右边这里 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好 接着我们按照任务指引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选择警员的回忆 这里调查的话 大家选择我们第一个 然后把左边右边下边 多调查一下 好了 最后的话 我们来到这个瓦安特这里 对话 我们再从这个门口出来 好 然后我们来到门口 就可以看到预空在这里 然后这边也有个选项 大家选择最后一个 才艺的交换日记 好的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同行任务就到这里 好 好 好